今時財經 點時成經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亞太金河組織工商領導人會上 發表講話 說亞太是我們的家園 要推進區域合作 為亞太人民造福 IIF的統計顯示 全球債務激增到年底 可能會超過270萬億美元 通脹會不會捲土重來 請經濟學家劉立剛分析 日本跟歐洲積極減排 並且推進新能源市場 另外一個調查顯示 香港在疫情之下 生活費還是全球最貴 我們會談談特朗普的 權力交接問題 美國總統大選11月3號結束到現在 已經超過兩個星期了 但是美國的政權到現在 還沒有順利交接 特朗普總統也還沒有認輸 現在各方在分析的就是 拜登如果上台之後 會如何領導美國 來應對新的世界局勢 我們看這段時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連續出席了好幾場 國際領導人會議 從上個星期的 上核組織領導人會議 到這個星期 有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 另外在這兩天要舉行的是 APEC亞太金核組織 成員國的領導人會議 那麼接下來還會有G20會議 今天他在亞太APEC相關會議當中 就談到了亞太地區的和平 19號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 以視頻方式出席亞太金核組織 工商領導人對話會 並且發表題為 構建新發展格局 實現互利共贏的主旨演講 習近平指出 今年以來面對世界經濟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蔓延 中國對外開放非但沒有止步 而且推出了一系列 擴大開放的政策措施 我願意重申 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堅定不移 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我們將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便利化 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 積極參與多雙邊區域投資貿易合作機制 打造更高水平的開放性經濟 習近平在今天的發言中也談到亞太和平 他說亞太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維護亞太和平穩定 促進發展繁榮符合共同利益 他說今年在各方共同參與下亞太清河組織制定出2020年後的宏偉願景 為未來一個時期的亞太經濟合作提供重要指引 我們要深化命運共同體意識 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加快創新發展步伐 促進區域互聯互通 實現包容和可持續發展 把願景一步步轉為現實 為亞太人民造福 除了APEC領導人會議這兩天舉行之外 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會在21到22號 出席G20領導人峰會 那麼總理李克強在24號會出席 主要經濟組織負責人 跟他的第五次1加6圓桌對話 還有新華社也報導了 在17號這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中俄投資合作委員會中方主席韓正 跟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委員會 俄方主席比亞洛烏索夫 通過視頻方式 共同主持了中國跟俄羅斯的 投資合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國家的領導人 在最近出席一系列的 國際組織國際合作會議 這是中國方面最近的重要的情況 另外亞太經濟組織領導人會即將舉行 現在大家的懸念就是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會不會出席 多透社引述美國官員的話說 特朗普計劃在這個星期 代表美國出席亞太峰會 以視頻方式來出席 如果真的出席 那麼就是特朗普從2017年以來 第一次參加APEC會議 那麼2017年是他唯一參加的一次峰會 白宮拒絕對此有評論 那麼路透社引述三個外交消息人是說 特朗普沒有主持七國集團 也就是G7峰會的計劃 本來G7峰會應該是6月份舉行的 因為疫情而取消 如果要舉行的話 接下來它在1月20號 如果真的離開白宮的話 那麼距離這段時間要舉行重大峰會 日子剩下也不多了 不過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 美國共和黨繼續發力 美國共和黨一份報告 敦促採取多邊方式對抗中國 分析說這份報告跟拜登的觀點吻合 但並不代表拜登即使上台之後 會採取這樣的策略 這是來自於美國參員外交委員會的 共和黨議員在星期三會發布的報告 內容涉及跟歐洲夥伴 聯合國和其他以市場為導向的民主國家 進行更緊密的合作 《金融時報》拉赫曼的文章談到 拜登的全球領導計劃存在缺陷 說世界各國政府都在研究 今年1月發表的一篇題為 為什麼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的文章 作者就是拜登 拜登的外交政策議程 要使美國重新站上談判桌的主位 這是拜登的這個文章的承諾 但是呢 他說在紙上空談 重建美國領導地位 比真正付諸行動輕巧的多了 因為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偉大 另外拜登現在的困擾就是 他沒有辦法順利地進行政權交接 他指責美國總務署阻撓政府交接 拖慢抗議的努力 這個是誰呢 這就是在特朗普任命的 總務署署長Emily Murphy 他如果沒有正式確認 拜登是這個總統的話 就沒有辦法向勝選的一方 釋放資金跟資源 所以有人分析說 這是小衙門壞大事 應對新冠疫情不利 特朗普連任失敗 應對新冠疫情也使得 全球很多國家 在經濟的支撐方面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就是債務大幅度的上升 關注的就是美國還有中國 這份分析來自於 國際金融協會IIF預期 全球債務總額到今年年底 會創紀錄新高 增加到277萬億美元 主要是由於政府跟商界 為了應對新冠疫情 進行的大額融資 報告指出 到9月底 全球總債務已經新增15萬億美元 達到272萬億元 其中發達市場 政府的債務 佔接近一半的增幅 發達市場的總債務 跟國內生產總值比例 由去年年底的380% 增加到9月底的432% 新興市場的債務 跟經濟總量比 在9月份達到 接近250% 當中中國的債務 和經濟總量比 335% 協會估計 全球債務到年底 會升到277萬億美元 相當於經濟總量365% 而美國總債務 由去年71萬億美元 增加到今年年底 80萬億美元 協會指出 全球經濟未來 要如何去槓桿 而不會為經濟活動 帶來重大不利影響 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特別是新興市場 政府的收入下降 還債方面會更加費力 報告也說 在發展經濟體當中 黎巴嫩 中國 馬來西亞 還有土耳其的 非金融部門 債務比率今年增幅最大 儘管全球借貸成本 處在創紀錄地位 但是新興市場國家 政府不斷減少的財政收入 使他們在償還債務方面 會更加費力 到明年年底 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 新興市場債券 和銀團貸款會貸期 到期 其中又15%是以美元計價的 相關消息 現在馬上聯繫的是 花旗銀行 中國首型經濟學家 劉立剛報我們分析 立剛你好 金一好 從剛剛我的報導當中 已經看到 全球債務好像大幅度的上升 這樣的大幅度上升 究竟有多大的風險 又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對 看上去風險是比較大 但是呢 我們要看 債務激增的原因在哪裡 我認為呢 這些債務的激增呢 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 一方面是全球 所有國家在疫情當中呢 都有比較大的財政刺激的政策 一些主要 西方經濟體的財政刺激政策更大 比如說日本有20%的GDP的財政刺激 美國財政刺激在GDP的16% 歐盟也有超過10%的財政刺激的規模 另一方面呢 因為疫情衝擊全球經濟 那麼我們看到 今年全球經濟的增速有負的 4到5的這樣的一個萎縮 一些主要經濟體的萎縮 將會更大一些 那麼作為債務的分子增大 分母在減少 所以債務佔GDP的比重呢 也大幅的上升 但是呢 這並不是意味著 這些國家就會立馬進入 財政不可持續的境界 中長期只要一個國家的 實際利息水平 低於GDP的增速 這個國家的債務是可以持續的 在這樣的情況 要關注的是 會不會有一些國家 因為債務大幅度的上升 你剛剛談到的財政刺激 等等的計劃 如果說這樣的話 會不會有些國家的 比如說貨幣會有 大幅度貶值的情況 然後全球性的通脹可能會出現 你怎麼觀察這個現象 對 高債務和貨幣的貼值呢 在成熟經濟體並不明顯 比如歐元和日元 在其債務大幅上升後呢 並沒有明顯的貨幣的 貨幣的貨幣的貨幣 相比美元呢 甚至有一些升值 美元呢 最近走弱 但是呢 大規模貶值的可能性 也比較低 新興市場的高債務 和貨幣貶值的相關性 可能會較高一些 那麼新興市場增高的債務呢 需要這些國家 用貶值來提高出口競爭力 提高它的總的經濟增長力 來償還債務 那麼特別是外債 那麼至於說 通脹是不是會重來 那麼這一次全球新冠疫情 對需求的打擊呢 要遠遠超過供給的打擊 所以說通脹在主要國家 都比較低 通縮呢 還是央行要應對的主要風險 嗯 疫情打擊了世界的經濟 那麼現在債務激增 如何降槓桿呢 也就是說這個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國家的錢 才能夠慢慢的還 企業的錢慢慢的還 什麼樣的情況 對 那麼要降槓桿呢 這需要各個國家 在今後的經濟增速 要大幅的回來 那麼這些國家 能不能有快的經濟增長呢 我們還是要看疫苗的推出 如果說疫苗在明年4月份 在美國和主要西方國家 大幅推出的話 這些國家的復工復產 以及報復性的消費 將會大幅的回來 也許在一段時間 我們會看到通脹 確實會回來 但是呢 從全球現在的這種狀況來看呢 持續的通脹的風險 還不是我們基準的 這樣的一個預期 非常謝謝劉立剛先生的分析 聽下來呢 我們對於債務激增 不用太擔心 因為疫苗已經出來了 是一個曙光 接下來看就是在這段時間呢 大家比較關注的是 中國的國有企業 債券違約的事情 聽下來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雖然在上升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表示 由於好幾家內地國有企業 遭遇信用壓力 引發市場再度關注 國企違約風險問題 而內地疫情最差的時期 已經過去了 預料中國政府 再度把重心 放回到國企去槓桿 接下來會出現更多 違約的案例 但總體來說 他們認為現在的違約力 依然比較低 不會引發系統性的風險 下集回來關注前台消息 我們到時候見 字幕志愚蝣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市场继续关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6.5时代 有专家说这一个实在不太合理 有点脱离基本面了 但是有人认为说中国的经济持续向好 所以还是看好的 不过今天人民币汇价稍微的下跌了 人民币对美元今天中间价调升 109个基点报6.5484 在按价收盘下跌426个基点 报6.5851 连岸价低见6.58以下 美元汇价上升到了92.5 日元对美元在103.8 市场分析说中国经济向好 推动人民币汇价迈入6.5时代 分析来说短期人民币汇价是稳中偏升 那么另外在中国的经济面方面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就预计 明年中国GDP有望从今年的2.1% 反弹到7.5% 摩根斯特里进上调明年中国GDP增速 到9%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 就强调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今年消费受疫情严重冲击 恢复正增长有不少的困难 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昨天是全天下跌的 亚太区股市日本今天下跌0.38% 那么台湾股市香港股市轻微的下跌 互生两市是上升的 在香港方面的经济和失业 仍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困局当中还没有看到曙光 但是一枝独秀表现的还是金融市场 在下个星期就要到香港来上市的 那就可能是京东健康了 可能在下个星期三招股 预计会在12月7号到8号上市 其资额大概是会到300多亿港元 另一方面来看一下另一面的香港 意下之下的生活 香港的生活费是全球最贵的 这项调查来自于经济学人智库 发表全球生活成本城市的排行榜 如果以纽约当作100为一个指数的基准的话 那么香港是跟苏黎市 巴黎并列榜首 达到了103 香港的失业率上升 港人生活成本居然还是这么的高 在疫情之下 香港推出的回港疫计划 18号开始接受预约 第一阶段已经有超过8900人申请 反应热烈 可以看到市民的渴求 那么来自于新岛日报有报导说 香港新一份的市政报告 在下个星期三发表 据说行政长官会公布 有利于大湾区青年的就业计划 细节还在敲定 当中可能是有一个为期一年 开设几千个职位帮助香港的青年 到大湾区城市工作 职位的种类包括了科技和金融业等等 帮助失业率比较大的香港年轻人 到大湾区去工作 从事金融跟科技 星期三这天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超过了1800人 是5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增幅 纽约7天新冠检测病例 平均阳性率超过了3% 已经达到规定的 关闭学校的罚值 所以纽约公立学校 在星期四开始要关闭 当前世界关注的就是疫苗 疫苗确实带来了曙光 那么连中国方面现在的这个疫苗 专家也就是非常有信心的 在美国的惠瑞跟莫德纳 捷报频传的时候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高福说 相信我 中国疫苗也非常有效 许只好这一天 在Cell Press细胞出版社 跟北京市科委联合举办的线上 学术会议上高福表示 中国的疫苗是非常有效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有5款疫苗 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 另外在美国方面 辉瑞跟Biontech宣布 在第三期试验的 最终疗效分析当中 新冠疫苗显示出 95%的有效性 比月初公布的90%更高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三就说 辉瑞药厂跟莫德纳生物公司 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 应该可以获得 监管部门的正式授权应用 随即会在美国各地分发 但是美国这两家企业 疫苗研发成功宣布的消息 引起了全球热议 不过来自于我们 日内瓦的记者的报道说 五国界卫生组织 就发文 指引莫德纳的疫苗 掩盖试验的数据 违背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而辉瑞的疫苗 由于苛刻运输条件 国际公路运输联盟表示 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运输是会非常头疼的 那么在英国 阿斯利康跟纽旬大学 确认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 对老年人的免疫反应 预计是在几个星期之内 会公布三期的试验结果 文汇对疫苗也是比较乐观的 他认为 辉瑞跟莫德纳传出好消息 下一步是如何分配 我们看到这个时间非常快 大概就是未来几天时间 辉瑞就可以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再之后几天 莫德纳也可以在美国 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他一获得这个之后 马上就是前线的人 就是那个医院的工作人员 还有比如说物流行业 其他的 马上就可以进行接种 所以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 非常快 因为它的基础设施很发达 就是不管你那个汽车愿不愿运 但是它能够做到的 因为它在最后有几天时间 就算辉瑞要求75度的长时间保存 但是最后那几天 是可以在比较好的环境下 去把它给用起来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更关心的 就是一旦打开了这个大门之后 其他国家的疫苗怎么来推广 来让更多的人迅速地接种 其实中国国药的这个疫苗 已经是第三期使用 数量比它们还要大 国家也是很多 已经批准了授权使用 所以我估计很快 就是按高福说的 其实中国的疫苗 数据还没有拿出来 但因为他们总是怀疑 包括中国很多自己国内的人 也怀疑这个疫苗 有没有人家来那么管用 就现在这两款辉瑞和摩德纳疫苗 其实都是我们说的核酸疫苗 其实是基因疫苗 就是把基因改变了 所造成的这个疫苗 这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技术 现在看来是比较成功的 国药集团它是这个传统的 最传统的灭活的疫苗 所以以后还得比较像这个副作用 其实在国药集团 现在正在收尾阶段 像如果说我们打的时候 它在两个月之内 它会给你发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现在这些特别简单 不是我们想象那样 几万个人怎么进行协作 因为你打完之后 就是在网上登记一个表格 到时候它会自动来问你 然后你自动回过去 这就可以了 所以做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 所以最终就会出现一个 你把你的第三期研究结果 拿来交给同行省议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辉瑞和摩德纳都没有拿了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说的 这个有记者批评他们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给WHO来公众审议 谢谢文辉 最近我们看到 日本跟欧洲非常积极碳中和 尤其是卖向减排 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我们来看两组 有关于这些相关方面的产业动态 在欧洲等地区 以温室气体排放降为零的碳中和 为目标的动向不断扩大 而日本首相菅义伟 10月份也宣布会在 2050年实现碳中和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跟东盟各国就会针对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方式展开合作 他们会通过把二氧化碳埋入地下 来减少向大气排放的业务 还有一个消息是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JFE化工将加强作为车载 锂离子电池等原料的负集材料业务 他们会在日本国内工厂跟中国工厂 进行设备投资 还有日本要从2021年度开始取消柴油车 百分之百免税 迈向新能源电动汽车市场 至于在日本 中国比亚迪公司在日本建立了一家 电动堆高机直营店 这是日本相关方面的简单介绍 至于在欧洲方面 欧洲方面围绕着特斯拉的锂电池供应 也有大的动作和布局 标题这么说 特斯拉的合作伙伴松下电器 大举压住欧洲电动市场 计划在挪威跟两家行业伙伴 成立锂离子电池业务 那么他们这个主要是在欧洲 今展开电池业务市场调查 探讨是否面向整个欧洲 新建电池工厂为特斯拉提供 提供这个电池 因为特斯拉要在欧洲 德国去盖电动车的这个工厂 而英国政府在17号也宣布 到2030年之前 禁止销售汽车 汽油车和茶油新车 最后我们要谈谈的是 这个参加APEC峰会 会不会特朗普会不会出席 那么特朗普现在可能要以 自己的方式来交权 因为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去所谓怀疑选举有问题的 这个官司基本上都失败了 所以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这个 女儿和女婿都把孩子转学 已经转回纽约去了 不在华盛顿上学了 所以他用一个什么方式下台 或者说羡慕 是大家都关心的 那么最新的消息 有人说就他身边的人说 他可能会出席APEC峰会 至少露个脸就是了 对 也有人说 他不再办这个G7峰会 因为他G7今天美国是轮值的 所以我们看他用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 他自己的方式下台 一定要总结这个人的这个个性 他的这个性格和他以前做事的方式 其实是三个中国的成语 可以说得很清楚 永不言败 所以他不会说自己选举失败 他只会说拜登胜了 因为各种原因 反正他胜了 但是我们这个选举 特朗普政府是管得非常好 没有外国干预 特别没有俄罗斯的干预 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浑水摸鱼 他这个人喜欢在不利的时候 把水搅得很浑 然后第三个就是唯利是图 就是一定要考虑 把这个水搅浑之后 什么方式对他以后最有利 所以我们说他参不参加APEC峰会 搞不搞G7 就可以从唯利是图来看 为什么 如果说不搞G7 是出于什么理由 就是他或者突然发现 这帮人一直早就想他早点滚蛋 所以从最开始发难的是特鲁多 隔壁那个 直接就向拜登祝贺了 然后呢 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 同时说他说这些人 他是没有办法跟他们进行合作 但是不跟他们合作 并不意味着跟APEC 没有地方可以合作 所以呢 特朗普他很重要的 你看他回去他的家族生意 做什么 做高尔夫球场 做这个特朗普的商标 授权的大楼啊 什么管理的 印度还可以啊 对吧 这个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可以 包括这个台湾那么喜欢 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搞一个特朗普大厦 对吧 但还有他自己的这个考量 比如说他自己 为了维持自己以后的地位 或者为了维持 不被这个司法追杀的太紧 比如说如果说联邦赦免了他 但是州还可以起诉他 比如说这个不同的州 他有很多官司 他会很麻烦 说他是不是宣布自己 马上就进入2024年竞选 然后呢开始吸引这个筹款 然后开始呢 这个有这个群众进行纪局 这样的话 他就在某个地方 保持自己很长久的 这些影响力 所以呢从第三个角度 维利仕途这个角度来理解他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 即便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卸任 可是在未来的四年 还是会有特朗普的身影 无所不在的 我们生命以待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